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揮棒落空 再見三陣 一千勝達成 這是屬於歷史性的一刻啊 樂天桃園 宏益中總教練正式 達到了他執教的第一千場勝利 上空了 太高了 你傳到哪裡去啊 這樣子是要送一個壘包耶 所以動作做出去可是他的 力量收不回來了 這樣要記一個失誤啊 對 想要順勢傳一壘 但是發現一壘手沒有進來 哇 這個比賽是進行中 所以這個也是比較罕見的情況 現在變一三壘友人了 因為余德龍的推進啊 這一幫 王博弦 找球找球至極華櫃 還是才到了 哇 那這樣子 雖然是有點驚險 但最後還是守住了這個半局 在樂天這邊呢 還是沒有能夠得到粉絲 比賽4-1 第七棒先進去 在兩出局之後上來 看起來應該是打了 健高不夠勇 兩位內野手跟中外野手都過去 直接過 沒有人接到 他誣陷這種守備失誤啊 哇 這個球 以這個跑位來講 我覺得不應該讓郭勇偉 去承擔這個接球的責任 因為 洪偉翰是從外野跑進來 他是視線上是正面對著這顆球 而且也已經到位了喔 那其實郭勇偉第一時間是在看 這個游擊或者是 中外野要不要來處理喔 那他們兩個都沒有人有 適時的發出聲音要接球 那逼著學長要跳出來 彈這個責任 穩定球 游擊球接球之後 選擇傳三壘 Out 那這就會是一個 比較 剛剛提到的喔 跑壘的失誤喔 那某種的表情報就會出來 是在打這個跑壘者的前方喔 通常這種球 二壘跑者應該不會跑 對 通常來越振滑越東滑喔 又是早上游擊球 二壘手這一邊 一顆星彈跳 二壘給到游擊 哇 季信蘭這一邊 反倒是顆星解球法 哇 厲害 是曾子佑解球喔 還是誰解球 季信蘭解給曾子佑 OK 給我看一下 季信蘭二壘手這邊 哎呀 彈起來打到了 這個手掌心附近 這好被曾子佑給夾住喔 紅總以赴 我是誰 我在哪 對 這個當然沒有辦法接受啦 這應該是 他打的空間 把球扛到了左外野方向 打得很高 雙號尾就定位 接殺出局 喂 喂 不過他忘記出局數了 阿娘的阿 剛剛才一出局而已阿 哇 這洪宜中總教練 可能會看得滿臉紅中問號喔 嗯 這就有 就有一點點 沒有掌握到場上的狀況 球數 分數 出局數 這都是每一位選手 都在球場失時刻刻印要去注意到的事情 是 想要做這個 整個球出包 中外野方向的飛球 連小圈還在跑 掉起來 紅樂 出去了 哇 終於被打出去了 白金第二號的權力打 對球真的1155 攻凝 那時候送出了中外野的全力打牆 誒是接到嗎 是接到嗎 是接殺 哇 繞了一圈結果 結果是被哲軒給接到 這是被 接他下來看慢動作 一路追求 開始準備抓距離 起跳 距離是在牆上 有機會變全力打 連我們兩個都被騙了 在九局下半的 打序不錯 輪到重心打線三四五棒 就要看看你正常 泡麵都還沒準備好 看來是應該不用準備 一上來就面對 高國嶺投出的四塊球寶送 應該是要換上帶跑 林薇婷要解體 高國嶺的跑類 第一球是一個 149的速球 比較高的位置這個時候林薇婷跑了 這次被抓到了 這次被抓到了 黃鈞生成功的 阻殺一雷王二雷跑的林薇婷 但這一個九路是單純嘗試到耶 我覺得太冒險了 居然是 真的跑了 黃鈞生也是船的滿準的 當然江戶寧這個take 很到位 對 從紅雄總幹的動作來看 蠻有可能是 跑者自己跑 好像是有點觸碰到他的頭盔 頭盔喔 這個差很大耶 保送上去的那個就 不見了 而且這個時候林薇婷的球速 又是良好一塊 因為畢竟是中心打指在打 我想交換團也不會太多的暗號 結果李建昌 受到了黃鈞生的孤 投出了賽季 對手出包 安達也出現了 而且呢 腿包上的跑者 受到的指示要回傳 take到了 阿董 鍾成佑 才換上來的第一次的守備機會 就是一個雷射間的強傳 雷射間 而且這個距離還剩很多 哇 連侯宇宙總教練都受不了啦 太high了 結束 兩分差的比賽 兩分差的比賽 哇 這一球 竹神覺得點滴 哇 現在看到洪總總教練 就要出來抗議了 哇 現在有一個肢體上的動作 要特別注意 這是一個四壞球保送 因為剛才竹神並不認定這是一個好球 所以是四壞球保送 鍾成兄弟要起回一番 不過現在對於好壞球上 喔 黃鈞總教練這邊是 滿大的不滿 哇 看到一雷神 剛才鄰近達先生喔 反應很快喔 馬上衝出來擋住了教練 非常接近的一顆球 嗯 以明星來講 當然是覺得不敢置信 對 所以才會有這麼大的反應 對 而且又是在一個滿球速滿美的情況下 那現在要讓忠信兄弟擠回一番 確實這個球速非常的關鍵喔 滿關鍵的一個好壞球判決喔 會不會 為這場比賽埋下一些變數 對 所以看到在教練團這邊 反應才會這麼的大 對 會會不會 會不會 可以 走 在教練 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